这是我们要学的台语叫做 各位大朋友们,我们要注意咯 这个字的发音跟靠北边走的靠很像 所以我们要注意后面的靠的音哦 这是形容一个人悲伤、痛苦或激动而流泪的样子 在日常生活中,要加强用语会应用到 靠这个字 例如表达肚子饿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靠还有腰合并在一起 这个时候就代表非常饥饿的意思 你们可以用台语来念念看 很好 还有理想背景在外面打拼 思念家乡里的父母亲儿流泪 那我们也可以用台语形容他哭着想念他的父母亲 来 你们也试着用台语来念念看 非常好 这时候你在他的旁边想要安慰他 我们可以拍拍他的肩膀轻轻地跟他说 哎,你写了考我 哎,你写了考我 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 你怎么在哭,你还好吗 哎,你写了考我 当然,如果你是中南部的朋友们 我们可以把语注词的O 换成HIO或Ni 这样子更能体现在地化的口吻哦 例如,我们在台中 我们可以说 哎,你写了考虚 哎,你写了考虚 那如果是台南的朋友 我们可以说 哎,你写了考虚 哎,你写了考虚 哇哦,真的好亲切哦 你看 我们是不是又轻轻松松地 学到了台语用词了呢 很开心我们又学到了一课 想要学习更多的台语小知识 关注我台语韩德鲁 我们下次见